王妃为了打麻将特意花600万 为自己买了一个幸运钻戒 张国荣作为王妃的朋友 张国荣说 王妃又猜又爱玩 意思就是王妃技术不好 又喜欢打麻将 每次几乎都会输钱 好在王妃钱多 这不据说王妃也为了给自己招来好的运气 特意花600万 为自己买了一个幸运大钻戒 当时张国荣一眼就看中了王妃的幸运钻戒 张国荣说 王妃的钻戒好漂亮啊 以后他就是我的了 王妃听见后说 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我的幸运大钻戒 在张国荣的眼里 王妃此局必输 毕竟这王妃很少打牌会赢 再加上这一次 这个王妃直接带了一个大钻戒来 如果王妃输了 张国荣就可以赢得这枚大钻戒了 但王妃却觉得 这次自己不可能输啊 毕竟自己带的可是幸运钻戒 600万不是白花来的 这一次张国荣聚集了许多明星来打麻将 王妃 谢霆锋 刘家玲 还有曾志伟 只不过这一次刘家玲来晚了 只能看着王妃 谢霆锋 还有曾志伟打麻将了 刘家玲 这次是直接坐在了王妃的身边 当王妃的军师刚开始打了一把 张国荣险些险胜 于是张国荣便对着王妃说 你手上的这颗大钻戒好漂亮啊 以后他就是我的了 显然张国荣这句话就是在嘲笑王妃 王妃自然是觉得不乐意了 王妃说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的幸运大钻戒啊 王妃也是限定了决心 今天要与张国荣决于死战了 王妃没打一副牌 刘家玲就在王妃的旁边给他当军师 为他出谋划策 好家伙终于王妃翻了盘了 也不知道是王妃的 幸运钻戒带来的好运 还是一旁的军师 刘家玲会打 这一次王妃终于能翻身做地主了 终于赢了一次 张国荣也觉得王妃不容易啊 据说后来王妃打麻将 都会带着这门样 幸运钻戒 只为沾点好运气 你知道王妃喜欢打麻将吗 你们在现实生活中 也喜欢打麻将吗 欢迎在评论区 我下你们看法